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的开源成果LCM 把AI生成高清图像的耗时压尽了一秒以内 主流的开源工具纷纷失配 AI绘画开始朝着实时视频的方向迈进 这个好教育出来之后 我特别注意到一点 在研究团队发布的实测列表里 主流显卡采用新技术之后 速度都是加快到两至五倍 而苹果芯片的初速速度 则是一波冲到了原来的十倍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老弟小伙伴也请坐 我是林一 今天我会用一台MacStudio和两台苹果笔记本 以这次AI作画普及方面的重大突破为例 讲讲为什么苹果真的应该好好感谢一下 用爱发电的开源AI社区 首先AI作画方面 7月底新一代开源模型SDXL正式发布 无论是对提示词的理解能力 还是生成各种风格图像的全能性 以及输出图像的清晰度 画手画文字的准确性都有大幅度提升 但相应的计算负担也更重了 这里引用清华团队的测试数据 最重量级的4090一张图都要3.4秒 3090要7秒 而苹果这边M1 Max要64秒都超过一分钟了 而且AI作画出一张高质量成品 怎么也要经过十来张图 这个过程里我们要不断优化提示词 还要剔除掉有明显问题的废图 所以这个大幅提升的SDXL模型 在苹果这边就只能玩玩 真正生产内容还是不行 可不到4个月开源社区就来了个惊喜 就是前面清华团队的新成果 LCM 潜在一致性模型推理加速 这项研究的论文上传于10月 它又是基于3月份的另一项研究 叫一致性模型 3月那篇论文的思维作者之一 是Elias Skyward 正是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前阵子管理层地震的核心人物 说回LCM 11月这个研究团队 发布了一个通用的LCM Laura 可以接到各类基于Stable Diffusion的 开源作画模型后面 零成本实现加速 它的最直观效果 就是生成一张图片需要的迭代步数变少了 过去要20到40步 现在4到8步就能搞定 自然出土就变快了 这对整个开源AI作画社区 可以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 特别是计算量巨大的新一代SDXL模型 而在这件事上 我觉得受益最大的又是苹果平台 首先从青华团队公布的实测数据来看 苹果芯片在LCM到来后的提升幅度是最大的 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 其他的台式级显卡都是从快变成了更快 而苹果芯片集成的GPU 在SDXL这种复杂模型的处理上 则是从不可用直接变成了可用 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 接下来我们就看实测 这次青华研究团队把测试脚本也发布了出来 具体来说就是运行两轮LCM加速后的SDXL绘画 计算平均耗时 有了这个脚本 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测试标准 运行这个脚本需要自己配置电脑环境 配好之后英伟达显卡可以直接运行 如果是在苹果芯片上 则需要把加速框架从CUDA改成苹果的MPS 别的都不用改 这样各平台的测试标准都是统一的 我首先在搭载满血M2 Ultra的Mac Studio上跑了多轮测试 脚本耗时稳定在3.1到3.2秒 平均3.14秒 对比清华团队公布的M1 Max测试数据快了一倍以上 比台式机2080Ti显卡也还要快50% 一个集成式的GPU跑到这个水平 真挺夸张的 接下来让我非常意外的是在3080Ti上的测试结果 同样的脚本 多轮测试结果在7.4到7.6秒之间平均7.48秒 别说M2 Ultra了连M1 Max都没打过 但这个结果很明显存在问题 对比清华团队的数据 我的3080Ti甚至还不如2080Ti 不过代码是不会骗人的 进一步观察程序给出的具体信息 可以看到在GPU加速阶段 M2 Ultra每秒能跑1.3到1.6个迭代 而3080Ti则可以直接跑上4到5个 差不多是M2 Ultra的三倍 这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认知了 但同样代码是不会骗人的 测试程序说跑了7.5秒那就是7.5秒 我用秒表手动计时 速度全过程耗时确实在7.8秒左右 之前我就注意到个类似的问题 我这台PC主机在有的强化学习任务上 还没有Mac Studio快 这次被这个测试脚本失锤了 既然GPU加速是没问题的 剩下的CPU 主板 硬盘 都可能是拖慢速度的元凶 但具体是哪个那就不好说了 其实这也是PC平台这种 百滑齐放的生态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各个硬件的纸面数据都很强 但拼到一起的实际效果就比较看运气了 后面我会尝试定位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 或者干脆重新装一台大机器BORITX了 但在此之前我的机器学习开发任务 就还是继续在Mac Studio上做 接下来再搭在M3 Max的MacBook Pro上 测试结果又有点小意外 多轮运行的结果稳定在6.3秒 平均6.36秒 这里让我有点意外的是 我原以为它会更快一些 现在这个结果只比M1 Max快了2.2% 我觉得这说明苹果今年在M3 Max残血版上的这一道 还是比较大的 这台机器搭载的就是残血版的M3 Max 如果升级到满血版 M3 Max的GPU核心数会从30以下子提高到40 直接拉升三分之一 而且内存带宽也会从300G每秒 提高到400G每秒 也是三分之一的一个提升 过去我们聊到苹果芯片的统一内存架构 经常谈到这种架构的一个特点 就是内存当显存用 所以内存带宽的提升对GPU性能也会有帮助 现在核心数和带宽都是三分之一的提升 如果我们粗略估计M3 Max残血到满血就是33%的提升 那还是运行这个脚本 满血版M3 Max应该可以跑到4.7秒左右 也就是台式级2080Ti显卡的水平 那作为一台甚至还算是小小的笔记本电脑 在AI作画方面这个性就真的很夸张了 当然这一点也是多亏了清华团队开源成果 LCM Laura的加速 在这项成果出来之前 直接硬跑SDXL的话 苹果芯片机上的GPU和台式级2080Ti显卡的差距 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一转眼旗鼓相当了 所以我说苹果真的应该感谢开源AI社区的众神们 接下来再看看最后一台MacBook Pro 今年的入门级M3芯片8GB内存版本 在这台机器上的测试倒是没出什么意外 脚本跑到第二轮就Auto Memory 保险存了 从脚本运行过程来看 全程这台机器的内存压力都比较大 按照它勉强跑下来的第一轮来估算 假如脚本能够跑完 成绩应该在一分钟左右 这时候有的正义小老弟可能就要出镜了 说林哥你拿8G苹果本跑最复杂的AI模型 你这不哪壶不开提那壶吗 其实我举这个极端使用场景 还是为了证明我今天一直讲的这个观点 就是苹果真的是作用全世界最好的一批开发者 现在有一款叫做JawSings的软件 每区App Store上直接就能搜到 搜不到的话也可以上官网下载安装 这个程序虽然不是开源的 但它是免费的 在这个软件上 即使是8G内存的入门级M3 也能流畅运行刚刚爆出的SDXL模型 我们秒表大致测了一下 生成一张图20多秒 虽然离专业工作流还有距离 但如果只是想了解 尝试一下AI作画的神奇 学写题词进行一些简单的AI绘画创作 这些需求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了 在JawSings的设置里 我们可以看到它针对苹果平台 做了更加深度的优化 对CoreML机器学习框架 和苹果芯片里硬件级的神经网络引擎 都做了适配 CoreML可以进一步降低内存占用和功耗 而神经引擎可以进一步加速计算 从这个角度来说 苹果在AI上也不能说是完全躺平 纯靠对友 实力还是有的 像JawSings这个软件 这样把苹果给的所有优化都做满之后 效果是真的有点离谱了 内存加显存总共把个G直接跑SDXL 这模型本身都6个多G 这开发者对苹果也是真爱了 拔了电之后 出途速度也依然保持不变 视角再拉远点的话 这说明接下来iPad和iPhone在AI拥有上 其实也有着无限可能 实际上除了JawSings这种 直接把优化做到硬件级别的 因为发现整个开源AI社区 好像都在对苹果芯片做优化 就算没有专门优化的项目 也至少会兼容苹果 特别是这一轮AI爆发之后的新项目 难道是所有AI开发者 其实真相很简单 还记得前面我跑测试脚本的时候 只改了一行代码这个事吗 这背后其实是苹果在这轮AI浪潮 干的最闷声发大财的一件事 就是他挑了个顶级队友 选择了和Pytos深度合作 22年底Pytos开始推出 支持苹果MPS加速框架的版本 在此之后 如果你是用Pytos写的项目 那想支持苹果芯片 就是一行代码的事 结果巧了 之后迅速爆发的各类开源AI应用 底层基本上都是Pytos 包括这次的LCM加速也是 如果当年苹果没搞这么一手的话 现在给苹果平台做AI项目兼容的难度 会大得多 那样的话 很多意外惊喜 可能根本也就没机会出现了 比如这次LCM对苹果芯片 AI作画速度提升幅度最大这件事 虽然之前测试脚本爆错了 但我在8G内存的M3上 试着跑了一下 我常用的开源作画工具 Confi UI 结果发现SDXL模型 其实也是可以跑的 套上了清华团队的LCM Laura之后 一张图60秒左右 和之前拿测试脚本估算的速度差不多 但跟Jaw Sings还是没法比 不过换回SD1.5 SD2.0这些传统模型之后 我发现8G内存的M3 居然也是可以跑一些 相对复杂点的工作流的 当然这事上LCM的加速 依然是功不可没 前段时间 兴建升空很火 33台超重型猛禽引擎 同时喷火的画面非常震撼 我选了一个卡通风格的SD1.5模型 在Confi UI的生成流程里 加了个控制网络 用画面里的线条元素 来控制AI的创作方向 就得到了一张卡通风格的兴建升空 这样一整个流程下来 靠着LCM的加速 一张图耗时30秒左右 接着我又加了点难度 我随便从我的视频里 截了一张大头照 然后这回用了两个控制网络 一个用来约束五官位置 一个用来约束整体轮廓 这样AI就会生成面部特征 和我类似的卡通头像 实际测试的时候 我发现在这个工作流下 速度就不太稳定了 图片耗时在20到40秒之间 当然AI生成的结果 还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高水准 甚至连我是程序员这件事 它都捕捉到了 给我做了一张 非常意义深远的头像 一看到就不想熬夜了那种 当然最后还是回到了 MRUltra上来跑这两个工作流 我可以换用更大的SDXL模型 用更复杂的控制网络 而且三秒一张图 何必难为自己的 如果你有4090的话 那更快 一张图不到一秒就出来了 我认为清华团队的新成果 给AI图像生成 带来了非常多的积极意义 首先就是这项技术 肯定更普及了 LCM对AI作画的加速 是普遍性的 从最新最复杂的SDXL 到传统的SD1.5 2.0 图片生成速度 全获得了一个飞跃 这次我们重点测试的是苹果平台 可以看到从8G到128G 全系都能运行AI作画工作流了 当然如果你真的要用 AI图像来生产的话 我还是建议24G内存起步 但至少可以说 人人创作的时代 真的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忽然到来了 像我这样没有美术背景的人 只要有想法 也可以拥有一套 非常有个人特色的 微信朋友圈和头像的组合 一种以前做不到的优雅方式 像外界传达我在审美 和世界观上的一些理念 当然还是那个观点 苹果现在全系跑通AI作画 离不开开源AI社区的无私奉献 不过当初苹果准确选定 和PyTorch深度合作这个眼光 也是值得称道的 这里我强烈建议苹果 你就跟PyTorch进一步协作 把CoreML和神经网络引擎的加速 也无缝集成进PyTorch 那样整个AI社区都会谢谢你 然后如果我们把目光再跳出苹果平台 就4090的AI做图速度 开始逼近实时视频这件事 它也非常有意义 比如说它可能重新定义电脑游戏 这个概念 未来有没有可能不再有游戏程序 不再有人物模型 所有的游戏都变成AI 给你实时生成的视频流 故事线 人物 情节 都是AI实时给你创作 然后实时转化成 一架乱真的视频流 这种虚拟体验 如果再和VR一结合 想象空间就更大了 不过这些 就留给大家在评论区自由发散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